大家好 今天又去地里弄了一车 番薯藤 看一下 很新鲜的 刚栽起来的 今天的话还是从这个位置投石下去 因为太多了 弄到那个对面那个卫石去 太累 没有逼 现在这种天气非常的爽 干活的话也不会太热 所以 弄了一车那个番薯藤 前几天那个丢下去的番薯藤 全部都吃完了 现在是顺风的状态 如果有番薯藤的话 都会在那个下注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 一根都不剩 大家看一下 一堂这里 什么都没了 昨天一车的番薯叶子 只剩下一点扎了 一点点 这种地方全部都没了 一根叶子都不剩 把它卸下来吧 因为今天一天都没位了 估计草鱼也很饿 草鱼饿的时候 都能看得到它在水面游动 那就说明它在找吃的 在车上丢了一点下去 然后这里还有一堆 这一堆丢下去 就是草鱼一天的食物 大家看一下这个番薯藤 是不是很新鲜 草鱼它是这样吃的 首先将这个嫩杆 就是这一条 吃完 吃完之后 它会剩下这片叶子 它不吃 然后 这个竹杆之地 它也会吃 把这个竹杆跟这个嫩杆吃完之后 最后再来吃叶子 所以说我们在鱼塘 隔天看到的所有都是叶子飘在上面 它实在没东西吃的 它就会把这个吃完 刚刚丢下去 那边远处的草鱼就来吃了 看这个冻结 它在往水底下抹 这个时候说明草鱼很饿了 真的 现在再去卫草区那里放一点 饲料下去 到现在为止 草鱼已经养了143天了 平均都有两斤左右 大的估计有三斤左右了 改天有空的话 还是要弄一条起来看看 看看这个鱼的健康程度 这一袋饲料刚好快跪完了 整袋都提出来了 估计还有半桶的样子 我就想点到 一个不应该 就是 这一袋是 我可以了 我有一个不应该 有一个不应该 就来 不应该 那是 未炒区域的飼料吃的一个都不剩 草鱼非常喜欢吃飼料 但是我家的鱼只为了两成的飼料 八成都是为清炒料的 像这个季节马上快变天了变冷了 变冷了之后草鱼的进食量就会大大减少 我也不会那么辛苦了 养鱼真的很辛苦 你要每天准备好这些草鱼的清炒料 让它吃个饱 年底的话草鱼应该有三四斤左右 大的估计有四斤 平均的话都有三斤左右 到时候就可以售卖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